好 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了 但明天天氣如何 要來請教氣象主播陸一 陸一請說 是的 今天高壓減弱 上半天來看 隔壁時候是晴朗無雲的 所以溫度都持續的往上飆 通通來到34到36度之間以上的高溫 那麼今天全台最熱的地方在哪裡呢 來到彰化西湖 就衝到了36.9度的高溫 不過隨著時間來到晚上 現在溫度也慢慢的降下來一些 當然這最大工程 還是跟下雨的暴雨有關 而且強度上真的是蠻驚人的 大家還記得禮拜一的時候 冷星低壓是帶來大範圍的降雨 今天降雨範圍雖然沒有像禮拜一這麼大 但是單點雨量 特別是在台北西翼還有大安一帶 甚至超越了禮拜一的這樣情況 提醒大家在明後兩天 依然要留意著午後熱度流的範圍 詳細原因 我們透過衛星影圖一塊來了解了 而今天午後雷雨範圍 和昨天香檳當然是比較大一些了 其實也和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脫不了關係 就頭髮上的資訊 你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台灣附近 環境場上水氣真的都蠻多的 再加上今天其實吹的是偏南風 有一些水氣會被順勢著帶上來 也導致午後對樓的山區發展之後 會往中部以北到東半部地區擴散 而明天天氣其實大致上還今天是蠻像的 白天上半天時是多雲到勤 午後直步雷震雲的範圍是集中在山區的部分 像是南投 還有靠近山區的平地 所以說包含大台北地區還有宜蘭一帶 下午出門時雨勢還是會明顯一些些 另外因為明後兩天風向會轉為偏西南風 所以迎風面的雲林到屏東這一帶 清晨到上午這段時間 將有機會也會相對的高一些些 那麼透過地面天氣圖就能更清楚的看到了 目前可以看到這高壓的中心 其實有稍微東退減弱了一些些 那麼當然台灣周邊環境水氣 也跟著變得多起來 再加上明天吹的就是偏向西南風 這個時候背風測會落在中部以北到東半部地區 所以明天滑東地區要留意極端高溫 還有焚風出現了 至於其他地方高溫勢大約落在33到35度 還是離不開高溫炎熱的感受 那麼嚴防熱傷害就是我們每個人都要注意的重點囉 那麼至於部落詳細的天氣資訊 緊接著來看為您整理的上海氣象 屏東市自牡丹滿洲高溫32到34度 台武來一春日留意短暫雨勢 氣溫34度 三地門舞台馬家同樣留意短暫震雨 高溫34度有5到7成降雨機會 高雄的原鄉地區是午後雷雨的主要地區 降雨機會有8到9成 佳里山氣溫落在14到32度9成的降雨機會 南投仍愛於池水里及信義 高溫32度有7到9成的降雨機會 海莊和平高溫31度有7成的降雨機會 苗栗南莊施坦泰安高溫32度3到5成的降雨機會 新竹關西殲15風降雨機會有9成 高溫32度 新北烏來桃園復興留意午後鎮雨 最高溫32度有8到9成降雨機會 宜蘭大頭南澳高溫33度降雨機會 最高9成 花蓮的部分新城花蓮市吉安 氣溫落在26到33度之間 修廉吉萬榮高溫35度降雨機會8到9成 首峰峰冰高溫33度3到5成的降雨機會 鳳林光復集瑞穗高溫35度3到4成降雨機會 卓西玉里吉富里卓西地區有9成降雨機會 高溫35度 台東寒線地區大致是多雲到晴的天氣形態 最高溫35度 時尚觀山海端吉安坪最高溫34度 海端地區要留意午後正雨 陸以台東市吉北南最高溫34度 是多雲到晴的天氣形態 泰瑪里大五金風吉達仁最高溫37度 大致是晴朗的好天氣 亂地區氣溫落在28到32度之間 最後外島連江金門及澎湖高溫33度 所以說我們整體來看天氣上在明天 但今天是蠻相似的 而是在高壓勢力稍微減弱 環境轉為西風的情況之下 被封測的台東就要留意可能會出現焚風 那麼其他地區雖然同樣要留意高溫 還有紫外線也都是偏強的情況 但是我們可以預期至少在溫度方面 不會比今天再更高了 接下來等到週末假期的時候 太平洋高的蓄力會逐漸增強 到時候午後雷雨會縮小到以山區為主 所以說週末安排活動時也要多多留意了 那麼以上就是這集的天氣資訊 我們記得再把時間交還給UMA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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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